您好 欢迎收看7月17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华联县政府农业处原任处长罗文荣日前退休 由新任处长吴坤柔接任 17号上午由县长徐正蔚主持的布达仪式 县长期盼毕业于政治大学经营管理硕士的文坤柔 能够运用他广告经历和行销专长 把华联的农业精致招牌行销到国际 罗文荣五年前接任华联县政府农业处处长 于日前退休 17号由县长徐正蔚主持新任农业处长布达仪式 宣布延览来自台北 具有广告杂志等媒体行销历练的吴坤柔接任 期盼透过新的胜利军行销专长 将跨联的农业经济招牌行销到国际 这一次我们特别也请到在台北 对于行销以及媒体 还有对于我们很多的整个行销论坛的部分 我们吴坤柔先生是专业 而且是顶尖更是拔尖 我们希望借由他的长才 让花年的金字招牌行销到国际 也让我们所有的农友 无论是农 鱼 木 通通都可以受到均等的重视 以及通通都可以带出去来行销 徐正伟也感谢前处长罗文龙 在农业领域给予所有同仁 非常多专业规划引导 留下非常好的成绩 我可能有很多在专业领域的问题 要仰赖农业处的同仁 甚至各位总干事们 那另外在府内有一些政府上的合作或推动 也必须拜托各位局处长们一起协助 因为农业不只是农业 农业是经济 农业是生活 农业是教育 农业是文化 那很多的事情都需要 可能一一的跟各局处的同仁 或者是各位的帮助来一起 做一些不太一样的事情 那这个是我未来会想要特别去努力的部分 农业处长吴坤卢毕业于国立政治大学 经营管理硕士 他提到这不是个容易的工作 未来也将战战兢兢更加努力 期盼透过过去在杂志周刊等媒体的实务与历练 和各局处首长切磋琢磨 将华联的农业 农特产品推广到世界的舞台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